崖山海战,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跳海自尽,小皇帝后来咋样了? 崖山海战是中国人心中难以抹去的痛,甚至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,这场战争十分悲壮,面对蒙古兵的围围,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柄,毕纳克和十多万南宋臣民跳海自尽, 那么,后来这位小皇帝咋样? 崖山海战崖山海战发生在今日的广东省江门市,1279年正月,投强元朝的宋,将张洪范率援军功至崖门,浩浩荡荡陆陆续抵达崖山,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之势。 战役的高潮期发生在1279年2月,张洪范的水师在很短时间内连破七艘宋船,一路打到宋军中央,这时,张世杰早见大师义去,抽掉精兵,欲先和苏六义带领于不时余之船舰斩断大所突围而去。 此时的南宋皇帝是年仅八岁的宋少帝赵炳,赵炳的船在军队中间,四十三岁的陆绣夫见无法突围,便背着八岁的赵炳投海,随行十多万军民一相继跳海,战后,十余万举尸体浮海。 陆绣夫后世为了纪念陆绣夫的壮举,雕塑了一尊被少帝投海的雕塑,每当看到这尊雕塑的时候, 每日汉字编辑内心都无比沉痛,一位国家丞相,一个年仅八岁的皇帝,是死不作亡国奴,毅然跳海自尽。 衙门海战之后一天,即二月七日早晨,海上浮尸十万,陆绣夫的尸体被百姓召到,安葬起来,而小皇帝赵炳的尸体,则为援军寻得,只见一枚清末秀的小儿身穿龙袍,头戴皇冠,身上还挂着一个玉器,援兵将玉器交给张洪范, 张洪范确认这小儿是赵炳,派人寻回,然而赵炳的尸体已经下落不明。 那么,这位小皇帝的尸体去哪了呢?宋少帝灵,今天,如果你到深圳,会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村少帝路,赤湾公园附近,看到这位小皇帝的灵性,那么,小皇帝是在广东江门崖山跳海,为啥会安葬的深圳呢?又是谁将宋少帝的尸体偷走的呢? 赵氏族普帝禀遇迭,在后遗海飘至赤湾,有群鸟遮骑上,山下古寺鸟僧往海边巡视,忽见海中有一海飘荡,尚有群鸟遮居,且已一只,设法正上,面色如生,服侍不似常人,知识地海,乃里降于山路之样。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,园兵发现宋少帝的尸体后,应该有人担心少帝尸体落入园兵手中,偷偷地把少帝尸体放入海中,漂流到了深圳,那么是谁把少帝的尸体偷出来了呢? 历史上没有记载,而民间则传说,当时赤湾海滩飘来一具,身着黄袍龙衣的同事,而赤湾海边天后庙,即今天位于赤湾的天后博物馆,的一根洞梁却突然塌下,庙柱与乡身父老,急忙焚香问补,得知同事为少帝遗骸, 他下的栋梁是天后娘娘宋少帝做棺材的材料,当地百姓于是礼藏赵炳于天后庙西边的小南山脚下。 宋少帝陵墓今天,我们在深圳看到的少帝陵墓是后世修建的,根据资料记载,1911年,香港赵氏后裔修建了少帝墓。 1984年初,香港赵氏中心,贵河舍口工业区旅游公司,又捐资四十多万港元,对陵墓进行了修器扩建,参考资料。 深圳同袍新卯年祭祀宋少帝及崖山十万英列,和讯网,风雨海江路,千古崖山请,凤凰网, 从崖山之后吴中国谈中华文明的衰败与陵路,作者,每日汉字。